有些人会拍他们的生殖器 问我有关男性泌尿科的问题 那我也会很直接地跟他们说 我不是医师 你好 对 然后这次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忘记 所以就想到了你 因为你不仅是泌尿科专家 甘胆肠胃科专家 然后也是护理学的博士 也有方教师的执照 身份很多 就是其实从事那些行业 可能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走向英雄呢 你说从幕后走到幕前 其实应该是说 对我来说 我并没有刻意地 从幕后走向目前这个计划 或者是动作 对我来说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就是会面临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在某些情况之下 遇到了某些不同的选择 那在那个时候我的选择就 可以说是误打误撞还是阴错阳差 刚好就接触了媒体这个东西 那一开始我是觉得 如果可以藉由媒体的力量 那导证一下观众的一些知识的话 这会是我会想做的事情 一开始就想了这样子而已 没有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子 但是她进来之后有遇到什么挑战 挑战穿着吧 打扮 没想到是这个 就是因为我本来的生活就是 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打扮的人 那穿着就比较随性 那我也不太会化妆 但是后来发现在媒体这个行业 虽然我不是艺人 但是我发现就算是媒体业的幕后人员 其实每一个人他们穿着都很有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好像是打扮的态度 会让我发现这是一个我很需要学习的事情 这个也是我目前面临到比较困扰的 我经纪人也非常困扰 还没解决 还没解决 那既然已经踏进媒体走向荧光幕前 自己也开始经营社群 像说脸书或者是IG 在经营的部分你都是自己来吗 然后有去学习或参考 在经营部分我其实没有刻意的去经营 就是要怎么样去有一定的 达到一定要有多少粉丝还是怎么样 因为一方面我自己目前还有其他的身份在 那碍于某些限制也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那我在粉专上面的分享都是我自己 那还有就是小编 那小编会分享的就是比较跟工作有关系的东西 那关于比如说心情上的文字啊 还有我个人的想法跟意见 那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就是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很真实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有两种生活 一种就叫做Facebook Live 就是脸书上面的一种生活 但是私底下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子 那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有这样的生活 我希望我过得很一致 所以我的脸书比较没有那么丰富 老实说就是没有一天到晚去哪边玩啊 一方面也是碍于现在的某些身份影响啊 那我也会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那可能我自己的个性也有关系吧 就是相较于其他很受欢迎的网红来说的话 我的脸书是相对无聊了一点 不要这样说 一定不会 对 那既然已经开放IG跟脸书粉专了嘛 那势必就会有很多粉丝前来跟你讲话 那有没有你印象最深刻的某一个故事 或者是有没有遇到说什么很奇怪的粉丝 很奇怪的就是有些人会拍他们的生殖器 对的确是有这样的人 那我像这种很明显的比较有怪意图的 我会直接忽略 那有些人是真的很困扰的问我有关男性泌尿科的问题 那我也会很直接的跟他们说我不是医师 那我就是请他去医院的泌尿科 那他问我医生 那我也会介绍我认识的医师 请他去找那个医师去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子 因为我会觉得该用医疗处理的还是必须用医疗处理 那有难忘的故事吗 难忘的故事就是有因为我自己有在做芳聊的咨询嘛 然后就是当有一个女孩子她在某个时候很想要自杀 就想不开吧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脸书的讯息的时候 我就跟他稍微聊了一下 然后我的助理就安排了就立即先安排了某个时段 那是请我跟他咨询 那我也说好那就跟他聊一聊这样 那其实经过那几次聊后 聊到后来现在其实大概过了几个月了 他慢慢走出他的人生 那他最近也有给我回馈就写信跟我说 就是他现在过得还蛮好的 那如果没有那个时候他可能一定选择跳下桥或者是 所以他会找上你就是因为怎么样知道呢 他其实也是刚好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然后就滑网路看到 那刚好看到芳聊他是觉得好吧你就随便聊一聊 他没想到我会回他 对 所以缘分还挺有机的 我就觉得可以好像当我们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常常跟学生说 我们讲的每一个字 写的每一个 讲的每一句话 写的每个字 都必须是要有意义的 对 那如果他是可以对人有影响的话 我会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有没有遇过一些粉丝或观众想要挑战你的专业 也是会啊他们就会问一些真的是比较医学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 那我会很直接跟他们说 这个是比较医学上面的问题 不是我的领域 那我真的不懂 因为我觉得我不懂我就会直接说我不懂 这不是我的领域 因为有些人会想要借由挑战来让你知道说 你也没那么厉害嘛 那的确在某些地方我就是没有那么厉害啊 因为本来每个人就有每个人自己的缺点 那我觉得我也会老实回答他说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偏向医学 或是说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查一查 我可以帮你查文献 查完之后我再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对 我会直接跟他用分享的方式 让他知道我并没有知道这么多东西 那他其实我会直接跟他表达之后 我说我可以帮你查再跟你分享 那他们反而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酸嘛 就是不会这么想要再攻击你 嗯 那现在也算是踏入演艺圈了 你觉得有不适应的地方吗 我一直觉得不算踏入 那不适应的话就是穿着吧 为什么说不算踏入 因为我自己还不觉得自己是个艺人 可能就像我刚刚说就是穿着的态度 就是会有一种态度在 可能这还是我必须要学习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没有想要 因为我的初衷也不是想要当一个艺人 就是我只是会想要分享 我所知道的事情 还有我也会想要分享一些 可能我的个性本身有一些比较叛逆的地方 我也会想要分享一些很多 尤其在亚洲的国家环境生长的人 因为我看到很多很矛盾的事情 就是有些传统的框架 但是这些传统框架下的东西 其实不见得是好的 可是没有人敢违背 可是每个人都不爽 对 那其实我也是曾经是在里面的人 我曾经是学生 我也不爽过 我现在是老师 我也有我的感受过 那当两个身份都有过的时候 其实你再去想想那个制度 也许我这样子做很冒险 甚至对我原本的领域来说 会觉得 这是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或者是他们会觉得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好 但是我会觉得以我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话 我会想要让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必须要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活在传统的框架 跟别人的期待里面 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 所以是我在咨询的个案里面看到最受影响的事情 那你接下来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跟规划 自己的目标跟规划 其实我那一台跟我经纪人说 你就是在这个采访 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是 好像是很刚好的事情 因为我才刚好决定 去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先 因为我就是遇到了 我刚跟你说的 传统框架下的一些东西 它没有办法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 但是 我 以我原本的个性 我会很想要走传统的路 因为 我以前个性就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又发现 我里面有一个很 自我的那个人 在抗议 或是我想要 就这个我不快乐 我过得不快乐 那在这个框架里面 既然我没有办法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必须 去走出来 那当然走出来 就是离开那个舒适圈 势必有我要面对的挑战 跟去适应的事情 那这可能就是我现在必须要学习的东西 对那未来我还是会朝向就是 如果可以传递大家很正确的知识观念 当然在传递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在学习 对就是在跟大家的互动当中 我也会学习到这些东西 那还有就是在互动的方面 传达知识方面 我会希望让大家更知道 做自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在做自己之前 你必须先找到自己 好棒喔谢谢 那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踏出舒适圈 你觉得你过去的舒适圈是什么 过去的舒适圈就是很传统的框架 你很传统的框架 你只要照着这样走就没有错了 你只要听话你就可以往上走 你只要乖乖的照着大家 照着家长的安排 你就是这样做就对了 对可是舒适圈就是你踏出来了一条 也许以往在你这个圈子里面 没有人做的事情 你不知道前面没有人给你看 那你也不知道你会做的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其实必须 要有我觉得就是初衷吧 还有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决心 还有其实会让我做这个决定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快乐 原本那样的我不快乐 就是我可以过得很好 过得很舒适 可以得到也许未来会有名声 或是金钱或财富或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在不快乐的前提之下 那些东西都是多余的 都是假的 所以我会想要先获得快乐 谢谢 我说你在脸书上你要写 你应该写啊 你看又把他SOP抄进去 那一天 要讲一个吗 这个故事你哭了也没关系 不不不 他也会哭 我也会哭啊我超爱哭的 对 因为我采访小鬼他在聊他爸爸 我就在那边 这个你会哭因为这个是95岁的阿公 我不行我现在有点想哭了 对 下次 对 对啊已经很想哭了 好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我没有让你讲要你洗而已 你要洗我讲过去洗 我就是现在是闲聊没有收摆 就是传统的框架是说爸妈给你的压力 他们既然要找护理的话 为什么不是找我们教授 是找你 你是谁之类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会觉得 所以经过这一年 所以经过这一年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跟赖达 就跟我跟经纪人 我会很近很坚持跟他说 不管怎么样 我的抬头就是要护理 这两个字 可是经过这一两年的 可能我的个性也是要自己试过之后 才知道困难在哪里 当我自己试过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你自己领域的人 都不是这么支持的时候 而且当你发现你的领域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 护理就是要回归临床 你就是要跟人互动 那你必须去同理人家 你才能对他有关爱去聆听 可是当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都不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在对人的时候 自己的名字去出生 那你刚刚说的 那个其他身份就是学校的老师 嗯 那教我懂 因为其实我在那个学校里面 我感受到的是 学生非常讨厌那个学校 我第一次看到学生那么讨厌 因为我自己是很以我学校为荣的 可是我现在在待的那个地方是 非常没有一个学生喜欢 那我在里面 我其实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就是要你 遵循每一个管理的东西 虽然那个管理是很简单 你就时间到了就怎么样 你做不到就是记什么 什么警告申计干嘛干嘛干嘛 就是很传统的方式 可是这样学生不快乐啊 那他表现出来的是一面 你要搜手机好你搜 他会有第二支啊 我很不喜欢人家做的事情是强迫 因为你强迫的只是 他想要表现给你看的 那个不是他真正的改变 我想要看到的是 他是真正的改变 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强迫到的 对 对你来说你有最喜欢的吗 还是对你来说只有一个 对对对对 好 可以回答 我觉得虽然大家常常问我说 诶 许博士你的title这么多 你到底要用哪一个啊 其实对我来说 不管是方疗师也好 护理师也好 博士也好 老师也好 我觉得 然后专家是泌尿科 或者是肝胆肠胃科 这些都是我所学 那对我来说 他们不是分开的 不是独立的 他们是互相融在一起的 因为对我来说 当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一个疾病产生 他的是身体跟心灵是一起 有问题的 那方疗 那当然他是辅助治疗 那如果可以救我们的心灵上 有可以有帮助的话 那我本身护理的背景 可以有一些医学 像在生理上面的帮助 其实对我来说 整合性的治疗 我好像不能讲治疗 这两个字 但是整合性的 怎么说 如果是对这个人来说 是一个整合性的 有一些这些知识去提供 知识去提供他 比较整体的建议的话 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 他的改善会比较完整 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我说 好比如说好 当有人说他皮肤起疹子 皮肤又怎么样 也许你可能真的皮肤有问题 跟天气有关系 也有可能是你体内的问题 那也有可能是 是因为你心情上面造成的影响 那绝对不是只有一个问题 或者是大家常见到的失眠 失眠有的是因为心情 因为压力 可能因为真的是 你生理上有问题了 一些荷尔蒙的问题 或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导致你失眠了 而不是说 因为失眠了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吃安眠药 我不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 所有的身份都还是护理 那虽然我现在很不想 提这两个字 但对我来说就是 人跟人之间 我想希望因为 一样 因为我的存在 可以让 之前是可以让病人更好 那我希望现在是 我可以希望我的存在 让看到我的人 都可以 因为这样而更好 我就会觉得 这个存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你刚刚说护理在你的心目中 应该是怎么样 我觉得护理 他应该就是回归临床 是人跟人之间 你必须用 同理心去同理对方 而不是用一定的框架去限制他 你去同理他之后 了解他 聆听他 去尊重对方的决定 去陪伴 我觉得是这样 那之所以护理 我们会学这么广 那就是因为 我们需要对这个病人 有整合性 全面性的了解 而不是护理 是用来 当作一个利己 或是身份 或是做什么事情的工具 对 因为我觉得毕竟 南丁格尔会 用的护理 他还是用在人身上 对 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 好